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6月23日 星期三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 香港攬炒十部曲 但是 其實這個攬炒十部曲 可以說已經是進行了 而且 我們也覺得 超額完成 而且我們也得到一個很大的助力 就是中共 沒有中共 這個攬炒 是絕對做不成的 其實中共是正式在香港 已經實行了十部曲 因為根據那個十部曲 當時提倡的內容 其實原來你現在數了 當然有部分事情沒有發生 但是基本上已經走到最後了 十部曲全都齊了 我們 現在 簡單地分析一下 十部曲就是這樣的 在讀這個攬炒十部曲之前 記得我們先看一提大家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 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攬炒十部曲的步驟 如下 逐朝同盾 大家說 第一 港府 會取消民主派議員 所有人的資格 有稱為DQ 當時應該是在參與35加 當時訂出來的 不是訂出來的 而是在討論那個十部曲 第二部 宣布DQ之後 激發更加多港人支持民主派 甚至乎在這個立法會裡得到超過35席 那這個拿到35加的部分 沒有發生的 激發更加多人出來支持 民主派當時就有發生的 沒錯 第三步 DQ過程 需要時間 民主派是暫時可以掌控議會的 其實是沒有發生的 但不要緊 後面才是最重要的 沒錯 這是一部過程 結果是後面 出來了 第四部曲 民主派趁機否決所有政府的預算案 也是沒有發生 第五部 因為預算案通通被否決 依照《基本法》第50條規定 特首可以下令解散國會重選 所以大家看看 對於是要解散立法會 這個也沒有發生的 第六 重選民主派再次 取得35席 或是35加 也沒有發生 第七部 民主派再次否決政府預算案 這次會觸發《基本法》第5條 如果重選後立法會再次拒絕通過 同一部財政預算案 行政長官就要辭職了 所以大家看看 其實是不是很過分 基本法第52條是寫明 按照這樣的機制 行政長官要辭職 按照《基本法》第52條的事情 現在 參與選舉的那群人 全部被控違反國家安全法 沒錯 就是你們要奪權 所以你說多離譜 你寫一條例給別人 是容許的 法例規定可以的 轉頭就說你違反《基本法》 就說你違反《國家安全法》 本來你寫法律的那個人就違反《國家安全法》 如果這麼說 當時的 討論就是建基於 35加 贏了 進去就是靠這樣的方式 逼政府要按照程序 總辭 但是你已經明知道他不會妥協 所以他就會反撲 觸發就下一步了 其實是一樣的第七第八步 就是明明按照《基本法》要這樣做 然後北京就 被迫了 就開始 在香港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這個其實是沒有做的 下面一句有 大舉扣押民主派的人 這也是有做的 例如 民主派初選47個人 被拘捕 甚至乎不止 很多人被拘捕了 第九步就是香港街頭再次變得更加激烈 北京當局使用更加強烈的鎮壓行為 這個其實也沒有做到的 因為之前已經鎮壓了 後來是沒有激起更加激烈的反抗 但是第十步就做了 西方國家介入對中共實施 行政 實施政治和經濟制裁 你現在正在做的 其實最終是要攬炒 其實我覺得這個十步曲 裡面寫得不夠詳盡 最終全世界圍堵中共 甚至最終出兵將中共 瓦解 因為當時就是這樣認為 覺得全世界杯葛你 因為香港的東西杯葛你中國大陸 實行經濟制裁已經完成了 因為當時是去到這個level 大家打算攬炒 就是討論那個攬炒 是否說出兵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整個局勢 有機會是全世界 出兵 聯合 制裁中國 軍事制裁 最重要的是第十步 你想要的東西是第十步 中間你怎麼被人把握的過程 不是最重要的 你要拿議會使用撕破面具 結果就不是宣佈緊急狀態 通過了國安法 他撕破面具更加醜惡 如果要這樣說 你 叫他撕破這個假面具 只是剝了他的真皮 剝了他的表皮 現在我們使得中共立國安法 連真皮也剝下來 現骨 看到他 其實是一個 這個叫做撒旦 之前也戴了那剝搞面具 扮人的面具 補充一點 第九點 香港的街頭變得更加激烈 其實某程度上 是有做到的 例如六四 你不給我們集會 全世界人 當時是預測 全世界的香港人 繼續上街抗爭 包括 全世界的大城市 例如英國 加拿大 美國 繼續去你的大使館 向你示威 北京是難以鎮壓 因為不在他的管治範圍 但是現在完全鎮壓不了 其實 以往的攬炒十式 其實 已經是進化了 這十式已經過世了 所以要新討論 以後那些 當初提倡的攬炒十式已經做完了 超額完成了 現在不單是全世界是經濟和政治制裁中共 甚至乎是軍事制裁 當然在軍事制裁之前 還有很大的距離 原因是因為西方是一個民主國家 你要他派逼 去一個有核武的國家 其實是很難得到國家裏面的人民同意 但是 當這個 經濟和政治制裁 去到軍事制裁中間 還有很多手段可以使用 例如 濫戰 斷交 經濟封鎖 因為 其實你如果跟他斷交的話 中共會很嚴重 當然現在還牽涉到追責的問題 這個疫情的大流行 全世界要向中國問責 而這次 他的敵人 或者他的債主 不只是香港人 是全世界 中共 習近平一邊來擋心亡國之君 習近平一直擴充成為亡國之君 習近平一直擴充那一套 shift 就是不要當晚青 習近平一直擴充養後 習近平拜師還是反對 經濟nehmen後 習近平就回事 他的想法就是 很天真 習近平刻說失敗 不打仗 就不會輸! 習近平在纍大會審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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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底褲紅線被踩穿 的時候就充分表現了出來 他 其實是吸收晚清經驗 但他沒有吸收晚明經驗 你以為人打仗就行了 李志誠會攻破北京的 其實有更加多的例子就是 沒有打仗 依然是一夜倒台 尤其是共產主義國家更多 其實整個東歐的共產主義國家也是一夜倒台的 包括蘇聯 羅馬尼亞 東德是在柏林圍牆倒下 其實柏林圍牆經過很長時間 當時 他們在東德有幾個城市 例如來比石這個大城市 每個星期五都去來比石廣場抗議 其實是持續了一段很長時間 這裏有個問題想問一下你 就是五毛在這裏寫 《攬炒》也成功了 按照這樣說 第十式也到了 香港人到底現在得到甚麼呢 好像甚麼都得不到 首先寫的東西一定是五毛來的 香港人得到甚麼呢 是得到 全世界的覺醒 這次的覺醒 不是香港人 你是換成全世界 中共 是一隻魔鬼 以至於魔鬼 是在害全世界 還有一個 邏輯的問題 首先是攬炒十步曲 是說怎樣攬炒 其實攬炒的時候沒有說要得到甚麼 攬炒就是要付出 中共失去了整個香港 甚至乎失去了全世界 肉石驅乏 肉石驅乏 那四個字現在用了廣東話說就是攬炒 肉石驅乏那四個字你會得到甚麼呢 從來都沒有說要得到甚麼 所以 我告訴你 你可能會變成四例子的 你先試一下肉石驅乏 你的身體 可能會有神石 當然啦 這是一個手段來的 這是其中一個過程 未去到最後 這是一個階段 這是其中一個 沒錯啦 共產黨也沒有倒台 你怎麼知道他們不會明天倒台呢 香港獲得很多 全世界的認同 絕大部分的文明國家站在你那邊 還有 香港人這次的喚醒 連很多美豬 英豬都喚醒了 法國傳統左膠都被喚醒了 這是很難的 法國 由戰後二戰之後 英國都做了很多年左膠 整個歐洲左傾 現在已經徹底被中共喚醒了出來 其實是被香港人喚醒的 這個全世界都沒有人做得到的 我們很認真告訴大家 大家覺得他們無法分解哪些是中國人 哪些是香港人 我們大家都是Chinese 這個說法一定錯 一定錯 今天的西方世界 主要是英國 其他國家我沒有逐個查 查不到 但我可以很肯定告訴大家 百分之一千 他們知道你是香港人 還是中國人 他們可以很清楚 只要你告訴他們香港人 他們知道你不是Chinese 他們會同情你的 他們會很清楚甚麼是香港人 他們會問你香港在哪裏 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絕不存在這件事 三年前可能真的會有這樣的情況 現在一定會知道 每個人都知道 連美國一直都不關心全世界 甚至乎 有百分之 五十多的美國人 不知道美國在全世界地圖裏面是哪裏的 竟然會有這樣的事 但是 現在他們也知道香港在哪裏 所以 不要問 攬炒得到甚麼 要問攬炒令中共失去多少 太多了 其實我昨天就說相同的問題 你不如想一下中共贏了甚麼 除了欺負手無寸鐵的人成功了 對付 舉牌叫口號的人 對付記者 對付新聞界 對付最溫和的人 對付得到 他有哪個國家是成功反抗的 我也是看不到 一個都沒有 連立陶宛也現在 不賣你的帳 捷克 小國 你不要說台灣 你沒有一個地方可以搞得到 立陶宛只有280萬人口 他也現在送兩萬劑疫苗給台灣 其實香港你也沒辦法 能夠修復香港的民心嗎 永遠都在 能量正在累積 告訴你 下次再有反抗 不是這樣的 下次肯定是沒有裝起義的 跟2014年到2019年那個 那個轉變 再到本來這個年度 這次抗爭看到整件事 再有下一段抗爭 知道應該要做些甚麼 不再做些甚麼交易 下一段我覺得絕對有機會 像緬甸人民那樣 應該是沒有裝起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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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應該很清楚 應該是應該不是以前那種香港人 因為香港人 要醒了 醒了 醒了 這一節就暫時說到這裡 拜拜